嗨,大家好,我是素厨娘 今天我们在奶奶家 就是大姑姐买的排骨 伯伯说用排骨和煮菜做一道好吃的 一起来烫烫吧 先把这个排骨清洗一下 切点葱花放进去 再加点姜末 来一勺龙口老面酱 加点料酒 搅拌均匀 加点蚝油 加点盐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以后腌制30分钟 他自己家养的鸡 那不行啊,笨鸡蛋8块钱 他在城里买的话 他都不是笨鸡蛋 这个还贵 他的鸡蛋 什么片片他 就是拔那个菜 这个木口的菜 他不喂鸡鸡鸡料 把韭菜切一片 韭菜切好以后 把腌制好的排骨放进来 加上盐 加上盐 加上油 再搅拌均匀 把好的面切成小面劲 再按压一下 用擀面杖擀一下 擀成中间厚 边缘薄的面片 把包子皮拖在手中 放上三块排骨 来点韭菜 把它给包起来 一边拿褶一边转 这个大拇指呢 按压一下 不要让菜线露出来 然后收一下口 弹圆一下 包好的包子下面垫一个玉米叶 然后二次醒发十分钟 盖上锅盖 还有农村的大锅好烧 锅烧开了以后再烧二十分钟 然后我妈说农村的地锅 再烧十分钟就可以 一焖了二分钟 开锅了 大包子 放点水 这样包子不破皮 大包子熟了 我们掰开一个看一下 把玉米叶拿下来 看一下韭菜嫩绿 排骨也熟了 大家也赶快试一下排骨韭菜包子的做法吧 我是修厨娘 喜欢我分享的视频 不要忘记帮我转发哦 谢谢大家 明天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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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